10月資金會吃AI回頭草嗎? 被甩了 真的還要巴著不放嗎? 10萬訂閱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安琦 今天歡迎胡振宏老師 老師好 安琦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本週資金又重新流回AI股了 10月AI股能夠重漲多頭大旗嗎? 這個旗是會重漲 但是不是多頭是空頭 講得要非常清楚 因為其實我在9月20號 我就已經提醒投資朋友 我說這個弱勢的AI股 假設反彈到這個轉押區 二話不說先賣了再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看 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好 當初廣達在9月20號 一樣是財經及時通 你自己去找 你去看這個影片 我在嘲笑 我就先幫你算好了 算到什麼地方 242到252 這個短套的賣壓是非常的沉重 然後我還畫了兩條線 對不對 然後我會跟你講 他還在盤頭的階段 那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 也許我在當時在跟你講 你說當時那麼弱 有機會彈上來嗎? 果然彈上來 為什麼會彈上來? 做帳嗎? 對 這是可以預期的 就是為了做帳 你去想 這些法人買了一堆的AI股 對不對 那現在這一堆的散戶在那邊等解套 他們也不願意再買了 大部分都在等 有買的就是跑短線 那法人怎麼辦? 那只好做帳 自己硬著頭皮去做 對 硬著頭皮自己去做 可是呢 因為他成本夠低 他還願意去做這個帳 那做完帳之後 那你應該知道 那當然就是趕快先跑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今天的廣達 他放了一個消息 林百里講什麼 他的AI的這個大單一直來 有沒有 那重點就來了 欸 我的朋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當初在跌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跌低於220塊 跌到229塊 為什麼不在那個時候 跟你講這個例多 因為公司的訂單 不可能是 臨時才知道的吧 對 他一定有個程序 早就知道 為什麼不在那裡 為什麼要壓到今天 才要跟你講 他在等時間 對 要在等時間 把這個劇本給他安排好 在最後一天 做帳的時候 要結束的最後一天 給你放這個利多 然後讓這些散戶跳進來 你們跳進來 剛好全部送給你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啊 今天的最高價是多少 244 那我9月20號 怎麼跟你講 242到255 有沒有 碰到這短壓區 他就拉回來 那今天收辦 這收到多少 239.5元 有沒有站上短壓區 完全沒有 就非常的明顯 就是有人在出貨 所以投資朋友 像這樣的一個行情 已經照著劇本走 連我都猜得出來 我在9月20號就知道 他這麼做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要被騙了 什麼未來的中秋節 還會怎麼在AI來帶領 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過啊 你繼續算 那些被套牢的籌碼總共有幾張 我跟你講最少都100萬張起跳 你自己算了 所以以現在的這種成交量 你認為要怎麼解套 不可能 衝都別想衝了 能跑就算偷銷了 好 那再來的技嘉 有沒有 我是不是也是一樣 掐指一算 跟你講多少 290到310 當時你講說 那有可能 高級真的會去到那邊去 我說這個劇本啊 法人早就幫你寫好了 然後我非常了解他們的動作 因為之前操盤 我當然知道 那些法人要搞什麼鬼 果然 你看今天 最高來要多少 292塊 那今天收盤呢 請抱歉 只剩281.5 因為我這個圖卡 是盤中做的 收盤是由紅翻黑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去翻黑 你覺得賞戶會跑嗎 不可能 看到利多大盤再漲 對不對 怎麼會跑 而且每個人跟你講什麼 中秋節AI股要帶領大盤往上衝 如果你有AI股 我就問你會跑嗎 不會啊 對啊 那誰再出 對嘛 主力跟法人再出 所以這些已經安排好的劇本 投資朋友 連我都猜得到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接下來劇本是要怎麼走 那就很明顯了嘛 只有往下走 大家不要傻傻的 對沒有第二條路了 所以你最近如果有在聽到人跟你講 什麼AI股要帶領 有沒有 什麼未來 中秋什麼十月迎接光輝十夜 你聽聽就好 真的不要把它當真 那我們再講到偽創 我說是110到115 這更弱了 我之前跟你講過了 我說 偽創 上面的套牢的籌碼有多少 我把數字全部念出來 你就嚇一跳了 385萬張 6736張 記得很清楚吧 因為我自己按計算機把它算出來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385萬張 你要怎麼去消化 你去想看看 誰要去拿這個錢 去把那個385萬張的籌碼給他吃下 應該沒有了 所以今天還不是一樣 幽紅翻黑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AI股 不通過夢了 反彈已經結束了 可以走已經走 我們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謝謝胡老師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Light App跟Telegram 那財經其實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馬上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操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我們請你得到一面的薪水 請在這裡 等待他們 請進去 這兩份薪水 請進去 請進去 感谢观看